很多人把苦瓜买回来都是炒鸡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 首先把苦瓜清洗干净后切去头尾 再把苦瓜对半切开 把苦瓜的瓜囊去掉 里面的这层白毛一定要刮干净 这样苦瓜就去掉了很大一部分苦味了 再把苦瓜切成薄片 锅底水开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这样苦瓜焯水之后会更加的翠绿 苦瓜放进去焯水一分钟左右 这样苦瓜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苦了 然后再过下凉水 接着把汤泡发好的木耳下锅煮熟 煮熟后捞翠也过下凉水 这样木耳吃起来会更加的脆爽 盆中放入苦瓜和洋葱丝 再放入木耳和油炸花生米 放入小米辣蒜末和香菜 适量的食盐88粒白糖 生抽和香醋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油泡辣子 用它拌凉菜真的非常的好吃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之后美味继承 苦瓜这样做清脆爽口开胃又下饭真的非常的好吃 好